高端疫苗爭議不斷 疾管署昨天公開高端疫苗合約 不過國民黨持續猛攻 質疑高端和政府打了一場完美配合 讓高端疫苗可以在八天內 連床兩關拿到EUA 再通過EUA當天就立刻改合約 追加保密條款 對此衛福部長薛瑞源這樣說 證實保密合約只有五年 沒有封存三十年的問題 衛福部次長王必勝在臉書 發文點名蔣萬 要為造謠封存三十年道歉 表示高端政治提款機是他提領最多 對此蔣萬回應高端疫苗 採購合約的公開 並沒有拆彈完成 反而是打開另一個潘朵拉的盒子 認為應該在選前就打方公開 讓國人瞭解當時的採購過程 針對道歉一事沒有回應